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好久沒有撥爆比賽了 這是港澳的季軍 他是冠軍被的季軍 台服也有台服的 這是港澳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這兩邊陣容的一個組合 一個是櫻木加上角田拿出工藝 我個人認為角田如果換成高砂 可能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但他可能別有心裁吧 可能角田有別的用處 或者是他覺得角田他比較熟悉 那另一隊拿出很典型的三角陣容 而且是非常經典 就像是Air by Force一樣 那麼的經典 我高中的時候幾乎 只要是有頭有臉的人 有點顏面的人都穿By Force 可惜我是母胎到現在都沒穿過 第一球跳球基本上沒問題 光頭我看好你我投你一票 比較光的那個光頭 這個陣容空間拉得很大 第一球仙道就下下馬威 打一個二段讓對方的角田觸不及防 那之後仙道會進階 相信影片大家都看過 我都做贅述 我實在是難以理解 這個長忍超乎長忍的操作 這邊櫻木雙手舉起來 準備Catch and Shoot 但是很可惜被花形給抓到 但角田誤拿下了這個籃板 然後這個地板球 這是我感受到櫻木想要做一個變化 一個漂亮的側步 為什麼會進呢 這個跟他是機制球 是有很大的關係 不要看那個嚴重干擾 我就跟你講 櫻木的嚴重干擾 是裝置藝術 這個畫面我們先暫停一下 我要給你們看 不是櫻木跟角田 這隊好基友想要隔空擁抱 而是角田的這個站位 剛好堵住了仙道 突破之後的位置 我覺得角田在防止對方 突破路徑上的站位 是非常有經驗的 而且做得很好 等一下他一樣會再去撞停別人 這時候工藝看到光頭頭球 就好像看到奧尼爾 站在三分線一樣 直接回頭 不想看了 畢竟這是光頭的單數球 不進也是很合理的 但沒想到自己衝進來再搶下籃板 那下一球可以看到 角田城牆又來了 那我現在這個播報 這種比賽的影片 有時候會停下來 有時候會慢動作 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比賽當中 也學到一點東西 如果你覺得不流暢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官方看 他們會有流暢的部分 花行這邊做一個假動作之後 旋轉了一下角田 再拔起來 空位出手具 這一招其實也是我有時候蠻喜歡用的 假裝回頭 實際上回蒙一笑 那這邊櫻木的接球虛晃灌籃 但是他說 我不喜歡從正面被蓋 請你從後面蓋我 謝謝 花行就從後面送了他一個 全民大燜鍋 這個花行的反應能力真的不錯 虛晃灌籃也把它蓋下來了 先到這邊連續二段後仰 但是猶豫了一下 一個兩個三個 我的 被櫻木搶下這個籃板 二次彈的籃板還能搶到 好我們這邊需要下一段音樂 來音樂 起 有沒有看到 花行他已經注意到了 櫻木會往右邊側頭 所以他已經緩慢的在往右邊移動 直接抓起來 想必花行是沒有在計算球的 直接在工藝面前拔了一個嚴重干擾 矯田他在卡位的時候 卡籃板的時候 是可以降低對方的籃板素質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有時候你會想 那死矮子 矯田身高不到190比0 說好還矮 為什麼可以一直搶到籃板 好這邊分球給櫻木 接球瞬間光頭已經鎖定你了 還好工藝即時出現 但最後18秒為力 這一波防守相當的優秀 大家可以感覺出來 白隊的進攻其實有點卡卡的 相對來講 黑隊這邊的話就比較輕鬆 那這一球我想要重新跟大家解釋一下畫面 仙道第一次後仰的時候就說 問到底泡麵一起被租後 在這個時候他刻意回頭了一下 問阿嬤說真的煮好了嗎 一目以為有泡麵就過來吃了 結果仙道直接拉了一個距離差 然後得分了 在這個位置上 出來的中鋒想要再補到仙道這一球 其實有點困難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嫖技量用得不錯 球權現在依舊在白隊的手上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波操作 我們可能要來一點配音才行 來球傳給角田之後呢 這個地板球被櫻木剪到之後 馬上側步到一個非常漂亮的位置 那個位置基本上已經踩在線上了 而且突如其然嚇到對方了 不過他們還有兩分必須要追 想必是必須手下這一球 廢話 那你看仙道他都在二段突破的時候 會慣性的往後面走一下 再判斷一下距離 花行這邊持續受到干擾 籃板球回到了白隊的手上 這一個 4-3 哇公益啊公益 不知道還以為你是隱形人 終於投了一個三分蛋 仙道想要組織一波 但是每個人都守好他們 所以很難進攻 來再看一下下一球 下一球的話呢 花行很明顯是日向一組 他使出了八卦回天 所以球自然而然的彈開 等一下他要是使出八卦六四斬的話 大家也不要驚訝 這次的進攻 是白隊持續擴大領先優勢的致命一擊 有沒有辦法成功了 彈得出來 籃板球在櫻木手上 還有著下一次的進攻 思考了一下傳給櫻木 櫻木要怎麼幹呢 不知道怎麼幹 現在時間剩下10秒鐘 有沒有要出手呢 傳給角田大招開起來 角田立貝蓋 黑隊成功的防守住了這一球 這時候換花行說 八卦六四斬 得分 花行的大招可就沒那麼好蓋 目前可以看出公益 跟角田的持續在為作業做忙碌 而櫻木看起來就像是 無所事是有所好選的同學 完全不出一份力 在旁邊持續閒晃 偶爾就偵查地水 這個還能被蓋沒被蓋 但籃板呢 居然被內藤給搶走了 這下子糟糕了 畢竟仙道的大招還沒開 握遊著領先的優勢 想打三分陣 等一下這個大招 這麼早就要開了嗎 Thank you very much 我相信他們應該是留著 這個進攻的時候 怕被蓋 蓋下來之後還有馬上這一波 進攻球權機會 那目前只能打三分了 這時候開始人肉包巴掌 全部的人都要擠過來 全部人都在這裡 六個人啊 不論是玩大老二 還是玩減紅點 都沒辦法 看樣子只能玩狼人殺啦 哇好溫暖啊好溫暖 大家一起來取暖 哇最後公益找到一個 空位出手的機會 但已經沒機會啊 時間已經到了 存五秒啊 沒機會 掉球 但是也來不及了 GG 好我們來做一下這個賽後分析啊 可以從籃板出來看一下 其實呢 三分陣這邊的籃板 還是佔了比較多優勢 地板球呢 三分陣這邊呢 也是有優勢的 but 我覺得問題在於腳田 腳田個人意思很不錯 但是是機體的問題 你可以注意到 腳田呢 其實他有兩次 撞停對手的這個moment 一次呢 撞了仙道 但球沒掉 另一次呢 撞了花形 所以他在卡突破呢 算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是我覺得 高砂沒有被ban的情況下 高砂絕對是更好的選擇 因為高砂呢 可以有效的分擔進攻 你可以想想看 高砂呢 擋完拆之後 擋到人馬上切掉內線去 那球呢 是要傳給高砂 還是傳給櫻木呢 再怎麼樣 對方都只有一個人在內線 公益持續累積助攻 大招啊 只要不要被蓋 擋了一下 一定投到進為止 不會只有一顆三分球 我覺得很可惜 而且櫻木在這一場呢 真的是被蓋怕了 所以搞得他像遊民一樣 無所事事 有所好險 就在旁邊閒 然後偶爾突然被蓋 我覺得如果是在選個高砂 幫他分擔一點 這個進攻壓力的話 這樣的組合會是更好的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部影片 掰掰